我們去到長沙灣政府合處看過 發現有市民沒有掃描二維碼 就直接進入診所 現場亦沒有職員協助 而在陽屋道街市門口 貼了多張安心出行二維碼 有市民進入街市掃描時遇到困難 要在場的職員協助 在今天措施實施的第一天 我們在陽屋道街市門口觀察了一段時間 都發現很多市民還未熟習 怎樣使用掃描二維碼 有伯伯不懂得怎樣使用程式 要在大紀元記者協助下完成掃描 我又不關 難用 我根本未用過 現在覺得方便 有你們這麼多大哥幫我當然方便 有市民因為私隱的原因選擇不用 因為我對他自己說的問題 很有懷疑 之前當然林柏就說 我們是不會強迫香港市民 去安裝這個程式的 政府每一步的每一步 強迫市民去安裝安心出行 追蹤的功能或以後資料會怎樣融化 他沒有很詳細地交代清楚 所以我對我自己的私隱來說 我覺得這是好吃大意的 怎樣解決入不了政府街市呢 他讓我進去我就進去 他不讓我進去我就不進去 當然你找一些可以台地的地方去替代他 不如我在街市附近的商店去購買 網上購買 甚至我信家庭去購買 我只能夠給他 當局規定12歲或以下的兒童 65歲或以上的長者 以及難以使用安心出行的殘疾人士 都可以選擇填紙仔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在港台節目表示 明白市民需要適應 亦可能會遇到問題 現場職員會彈性處理 同事都會用一個彈性處理 而且著重教育 勸喻鼓勵和宣傳 還有有需要的時候提供技術的協助 另外警方今早9點多接報 只懷疑有5個人進入灣仔入境大樓的時候 使用假安心出行 警方其實以涉嫌使用虛假文書罪拘捕他們 據了解5人包括1名審計署職員 2名入境處職員 和2名外判商人員 並行為igos 1名內判商人員 辭匡職員 的地道 1名通訊 6名電膜 在2014 9名電膜